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轻敌了 交了手我才发现 这个人不一般 不瞒你说 我差点把命葬送在他的手里 能让你如此的人 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个什么人 这已经不重要了 只要你记住 他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 这就够了 以后啊 如果你单独遇到他的话 能撤离就撤离 一切 以安全为重 我明白了 最危险的敌人 我不会放过你的 爹 来 爹 怎么有客人来啊 什么人啊 是日本人吗 明知故问 还生我气啊 我怎么能生我女儿的气呢 我是担心你 这些日本人呢 个个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狼 我是怕万一你有什么蛛丝马迹被他们发现 到那时候 爹可就无能为力了 你娘去世的早 就剩下你我相依为命 你说 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让爹怎么活啊 爹 我知道了 我也担心您 我一回来就听说 那个日本的什么司令来找你 我估计就没什么好事 我就赶紧回来看你 还是我女儿好啊 爹 他们来找你干什么呀 也没什么 来向我要传 要传干什么呀 还能干什么 这些强盗 到我们这儿来 除了残害百姓 就是掠取资源 不把这儿破坏成人间地狱 他们就不会善罢甘休 爹 这船我们不能给日本人 要是我们给了日本人 我们不就变成了汉奸卖国贼了 这件事啊 爹心里有书 我一个人进去 你在这里守着 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德川司令的意思你还不明白 这些文物都已经收入在册 我要是给了德川 万一上面查下来 我怎么交代 这些东西都是经由你手收集的 你不会没有办法 对不起 麻烦你回去告诉德川 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 你 本来我深夜来访 是为了隐藏你的身份 既然如此 那我只能换种方式和你谈了 你敢威胁我 别忘了 我也是在为帝国办事 别说是你 就是德川来了 也不敢跟我松醒这样说话 谁 东阳忍术术是谁 你又是什么 连姑奶奶我都不知道 告诉你记住了 我就是威震天机位的侠女 吴清清 侠女 我看你就是个小毛孩 不安 可哟 aga 你 看来你这儿也不安全 如果不是我们保护你 我估计你早就被中国人给杀了 对我来说没什么安全不安全的 明头暗抢都是一样的 你 好了 你还是先走吧 好 既然松井阁下执意如此 我也不必勉强 告辞 等等 你回去告诉德川 这件事情我得好好考虑考虑 过几天 我会亲自跟他说 好 那我先替德川司令 谢谢你 怎么了 他娘呢 遇到应差了 快走吧 你怕什么呀 人又没跟来 你都受伤了 哎呀 这点上算个屁呀 不走还在这儿干嘛 帮着 我要杀他个回马枪 出来了 就是这个人 你去帮我摆平 你去呀 帮我扒回这一局 哎呀 算了吧 咱们还是回去吧 你什么意思啊 是可杀不可辱 再说 我被打成这样 你不帮我扒回这一局啊 哎呀算了吧 帮我扒回这一局啊 帮我扒回这一局啊 哎呀算了吧 我还真怕你打不过他 我还真怕你打不过他 这老板怎么一跟着跑出来了 是不是去警察局报警了 你傻呀 警察局在那边 那他干什么去了 不知道 哎 反正这屋里面没人 一会儿你进去翻翻 我跟着他 看看他到底想干嘛 好 怎么样 大家是个什么态度 这船 咱们是借 还是不借 哎呀 谁啊 我不信 帮主 咱们青龙帮成立至今 也上百年了 还从来没有怕过谁 这小鬼子虽然厉害 可咱青龙帮几万个弟兄 也不是吃素的 这船 日本人肯定不会用来干好事 我觉得 就算是放火烧了 也不能借给他们 对 烧了 对 烧了 哎 各位 我觉得这事倒是可以从长计议 怎么个计议法 不管怎么说 这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大半个中国 俗话说得好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我们不借 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到时候我们青龙帮上上下下上万口子人 这赢上可就难逃了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借 不 我们租 租金按照市价来 日本人爱租不租 我们也是人之易尽了嘛 朱富贵啊 你以为日本人会给你钱吗 他要是不给 你又能怎么样了 不瞒帮主说啊 我跟日本人生意上也有些来往 到目前为止 他们给的价钱还算公道 公道 那好 既然如此 把你名下这两条船租给日本人 到时候你向日本人要钱去 其他的船不愿意租的 从明天开始 这船都离开天津港 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没有我的号令 一艘船都不许给我回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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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是 你 我陪你 不用了 我去找李空凌 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 你又去找他 他是青龙帮的人 一定有办法救出老汪的 他上次肯借你枪 是为了还你人情 你这次再去 他肯定不会理你的 那我也要去 如果他不帮忙救出老汪 从他那里 也能查到文物的线索 那你小心一点 放心 老陈睡了 我出去一趟 跟你说一声 去找你们的人 找他们帮忙 看看能不能弄到 大岗监狱的建造图 你自己去跟春美说吧 我也准备出去呢 你去哪 码头 去码头小心一点 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以前 去过廖家屯吗 对不起三少爷 没去过 那你为什么会知道 我叫三少爷呢 听说过你啊 你们家在屯中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啊 我们那儿的人都姓廖 你为什么认定就是我呢 你不是也承认了吗 对啊 不是我承认又怎么样 我跟那个家 早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廖教官 你和你的家庭怎么样 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秋雪 我一直以来 都认为你对我有 很深的惩戒 如果呢 是因为我上次 撕坏你的裙寇 我向你道歉 但是我想告诉你 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的 我们是队友 要一起面对敌人 要一起面对敌人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对不起啊 廖教官 和这事没关系 那是为了什么呢 那是为了什么呢 我现在不想说 我去找李弘龄了 你去办你的事吧 我明天再去 我现在陪你去码头 那我不去了 那我也不去了 姐 你怎么回来了呢 不去了 为什么 外面有根屁虫 你跟屁虫 廖教官 你也出去了 你也出去啦 这搞什么名堂 苏尼先生 这么晚了 您怎么来了 我不放心 过来看看 有什么情况吗 一切正常 没有任何情况 你们守着 我去看一眼 是 我去看一眼 老爷 天凉了 您回屋睡去吧 老马呀 你坐下 咱老哥俩 好好聊聊 咱哥俩从认识到现在 得有四十年了吧 老爷子 我追随您至今哪 正好四十一年了 都四十一年了 这四十一年 咱们是风里来雨里去 几经生死啊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也算是 经了不少事啊 是啊 老爷子说的是 从咱们进了青龙帮啊 拜师父当徒弟 到如今您做了这青龙帮的帮主 您是行的正 做的直 从来没有做过 没良心的事 你说啊 你说啊 当初从大清朝 到北洋政府 再到明朝 这大大小小的官员 咱们也打交道的不少 不管是哪朝哪代吧 虽然不敢说是左右逢源 但也相安无事 这都是老爷子您 人缘积攒得好 要不是您呢 咱青龙帮也不会有今天呢 可你说 现在这个日本人 我总就跟他们打起交道来 这心里头怎么就没有底呢 你就说今天来的那个 德川兴之柱吧 你看看 说起话来 又是鞠躬又是哈腰的 让外人看起来 好像我们感情多深似的 可他说起话来 做起事来 样样的咄咄逼人 笑里藏刀 知本人哪 他就是蛮夷 蛮夷乱华 这史上就有 何止是乱华呀 这些人到了我们这里 什么时候拿我们当人看过 烧杀抢夺 奸淫掳掠掠 无恶不作 他们是想让我们 断子绝孙 亡种亡国呀 老爷子 这俗话说得好啊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现在毕竟是日本人 站着咱们天津的 这个道理我明白 我不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吗 我担心啊 您把咱们的船都放到外边去了 回头这日本人向咱们要船 咱们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呢 我让船到外面去躲一躲 也是暂缓之策 这船咱们保不住 早晚得让他们抢了就 我这样做 只是想在和日本人谈判的时候 加高一点筹码罢了 娘的 这个老东西 捡日本人的手 把我的船给阴了 要不 找个机会把那老东西给 放屁 要是能干掉它 我早就干了 你不知道咱们青龙帮沙帮主 是什么罪名吗 知道 这个我们当然知道 但是咱们可以让它 神不知鬼不觉啊 你想想 它能利用日本人 阴了咱们的船 咱们为什么不能利用日本人 把它给干了呢 行了 这件事我有分寸 那咱们那船 真的要借给日本人啊 那老东西说了 能开多远开多远 你通知船员 明天一早 全部给我离港 是 朱叔叔 回来了 红灵啊 你怎么来了 我爹说 你们有重要的事要说 不让我参加 我就到码头上来看看 这天特也不早了 赶紧回去吧 一会儿你爹该担心了 我这就回去 朱叔叔再见啊 好 怎么是你 为什么不能是我 找我又有事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 当然可以 走 去喝两杯怎么样 好主意 走 痛快 真痛快 来 我敬你一杯 我知道你是个 言而有信的人 我替冤死在百人斩 刀下的百姓 官兵们敬你一杯 我可真想 接手杀死这个魔头 来 我也敬你一杯 你狭胆异常借枪给我 才能有机会干掉那个魔头 区区小事 合足挂齿 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我李洪凌佩服 来 来 来 吃赛 红灵 好 来 其实我今天来 是有事情要求你 你看 我就知道 你来找我肯定有事 说吧 从今天开始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什么忙 又是你 刚才在日通典当铺 已经放了你一马 居然还不走 我为什么要走 现在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想走你也走不了了 笑话 我侠女防上飞 想走还没人能拦得了 是吗 那你就来试试 我依捐 我依捐 又是你 又是我 上次跑得挺快 你就是天狼星 你是日本人 你听好了 今天和之前的丑 我一定会找机会全部还回来 我等你啊 来 起来 多谢大侠相救 客气了 尚怎么样 没事 大恩不言谢 我们后会有期 你怎么还没睡啊 直媒 你怎么还没睡啊 我等你跟廖教官啊 他也出去了 你刚走他就出去了 说是去找你呢 找我 他找我干嘛 八成是去找其他女孩子了吧 这我可不知道 那事怎么样了 姐 李洪林找到了吗 找到了 他同意帮我们的忙了 真的 不过呀 他说监狱不在青龙帮的管辖范围之内 但是文物的事 他会帮我们查 那太好了 好了不走了 上楼睡吧 不等廖教官了 等他干嘛 才回来啊 你怎么知道我出去了 几十艘船一个晚上跑得干干净净 你们居然现在才知道 都是废物 将军 这都是青龙帮帮主李潇天在背后搞的鬼 明知道我们要争船 还跟我们耍这种心眼 我看 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李潇天这个人 老奸俊华 深藏不漏 这次我本来想给他个机会 让他为大日本帝国做点事情 谁知道他又在背后捣鬼 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从现在开始 所有青龙帮管辖的产业 都给我严加盘查 是 是 艾宇 如果日本人知道了 老王的身份 他应该被关在宪兵队 或者是司令部 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 他被送到了大港监狱 而且日军司令部也没有任何动静 我觉得目前老王的身份 应该还没有暴露 有道理 李团长新派的联络员 已经和我们接上头了 上级首长要求我们 要摸清鬼子的意图 不要轻举妄斗 以防老王身份的暴露 是啊 我们要想办法了解日本人 到底要在天津干什么 程舅姐同志 早啊 早啊 廖教官 来 吃早点 吃早点 走走走 啊 一会计划 吃早酸 要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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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沈大哥他们呢 他们没起来啊 起来了 阿玉姐跟他出去转转 说 运动运动对伤口恢复有好处 阿玉觉得对沈大哥真够细心的 我也觉得是 他们俩之间是不是那个 是什么 没什么 对了阿玉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问 你 你有没有想过再找个人照顾你 这年头 兵黄马乱的 去哪里找 这些年 你可吃了不少苦啊 一个人生活现在也习惯了 倒是没想到 还能在这里再见到你 当年我离开大部队去执行任务 就已经意识到 一时半会儿很难回去 这么多年 我心里一直坚定着一个信念 等我们抗战胜利了 一定要回去找你 老沈 你的心思 我都明白 可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 我不在乎这些 我在乎 老沈 这正是我们和日本人 斗争的最坚固的阶段 儿女情长的事情 还是不要再提了 都是我不好 老沈 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我们俩都还活着的话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 我真的真的 再也承受不了 失去亲人的那份痛苦了 娘 我了解 阿语 你别太难过了 我答应你 只要我沈诸城 在天津城里一天 我会带着我们的队伍 完成上帝组织 交代给我们的任务 一定保证你们 每一个人的安全 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然后 我们一起等着 胜利的那一天 好吗 来 陈秋雪董事 我有个忙 想让你帮我 什么事你说吧 你不是姓陈吗 那你认不认识 常山陈家庄的人 倒是有亲戚在那 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 陈小雪的姑娘 陈小雪 陈小雪 认识啊 你真认识啊 算起来 她应该算是我远房的表妹 不会这么巧吧 你是她表姐啊 是啊 怎么了 不是 那你知道 她在哪儿吗 现在 你找她干什么 我那个 我知道了 我表妹跟我说过 她曾经许配给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 结果呢 那个大户人家的混蛋少爷 毁昏了 害得我表妹离家出走 你不会就是那个混蛋少爷吗 梁老爷 陈家大乔写的八字啊 跟少爷合过了 合过了 怎么样啊 太合了呀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媒婆啊 像这么合的八字啊 那是头一回见的 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什么对的 少爷 您回来了 我都说过了 我不可能那么早结婚 我不可能要封建婚姻 绝不可能 放手 小吴 你别拉我 我说过那么多遍 我已经报名参军了 现在我就要回学校去 你给我站住 你这个溺子 你要敢跨出这个家门 你就永远别再回来 小五 小五 还真就是我 对不起啊 早就猜到是你了 不是 但是我得给你解释解释啊 这段婚姻是那种 家庭包办式的封建婚姻 不能算数的 为什么呀 那就算是不算数 你得当面跟人家说清楚吧 你跑什么呀 你有没有想过 在我们老家的风俗 被人退婚 你让人家姑娘怎么办 你还让不让人家火啊 是啊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心里边很内疚啊 只有内疚啊 有时候我在想啊 要是没有我 这姑娘就不会离家出走 这不会离家出走 现在就有可能过着幸福的生活 我们俩虽然素未谋面 可是 可是毕竟 这事是因我而起 所以我觉得这良心还是有些不安的 但是你别误会啊 我跟她是什么都没有 我误会什么呀 莫名其妙 那你知不知道 她现在在哪儿啊 她应该也参加八路了吧 那她会不会 也 也在天津啊 干嘛 打探敌情 向上起汇报 你怎么这么想我呢 如果你能见到她 务必帮我告诉她 她的家人真的很想念她 那你呢 你就没有什么想对这个人说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你可真够绝情的 那我看在你的份上 你帮我跟她说一句 对不起吗 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她怎么会没有关系呢 你不是她表姐吗 算了算了 跟你说不清楚 不是 你 你去哪儿啊 粥凉了我去热一下 春梅还没吃呢 不用了厨房里边有 那我去买份报纸行不行啊 这 这不有报纸吗 奇怪 奇怪 廖武的话 让陈秋雪百感交集 虽然他极力地想让自己 和这个曾经给自己带来过痛苦 带来过恨的男人 撇清关系 但内心深处 却有着一颗小小的种子 开始生根发芽 这颗种子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呢 陈秋雪不愿意去想 也不敢去想 快 去火车站 我要去火车站 你拉我去哪儿啊 我要拉你去见阎王 你是什么人 天狼兴 来 你是日本人 算你失货 只可惜 你知道的太晚了 你的死期到 老猴 吃饭啦 老猴 吃饭啦 老猴 吃饭啦 我要来 坚持见 看看 快点儿 快 放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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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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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